然后我要为了确定 这个事情会发生 我要怎么做 我说请你讲一遍 请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样 复读基案的学校 这其实非常offensive 非常冒犯 然后我有时候跟我太太 讲的很重要的事情 家庭的理财什么 讲完之后 我说你懂吗 她说懂的时候 我还不满足 还不甘心 还要再讲一遍 要她重复一遍 你告诉我 明天我们出门旅行 要带什么 要怎么做 是不是很讨厌 可是我 很讨厌 我非常没信任 是很讨厌 但是你知道吗 老板会喜欢的员工 有个词叫闭环 就是马上两个人 就表现出这个差异 我这个里边讲就业课堂 就是说 就是说同样两个员工 你会发现 有一个员工 上司跟他讲了 一个什么事情 必定有回响 就是成与不成 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办 就是我扔块石头下去 能听见响 但是你会发现 有的员工 你嘱咐他 他可能办了 你也不知道他办到没有 他可能办到了 他也不给你回一声 他可能办不到 也就稀罗糊涂过去了 你知道这个 他就是 你愿意用哪种员工啊 可是你说这个 我想起来就是 有一些笑话 是关于过去英国 有一套政务官体制嘛 那关于英式的这种文官 政务官体制 他们里面内部说话的方法 其实是一套行话 那他这种行话 很多时候就是 下属对老板该怎么说话 比如说你老板 对着底下一群这种 干了几十年的老公务员 那老公务员 比如说听着老板讲话 他要给反应 给回响 像你刚才讲 但这个回响里面呢 就充满了很多误读空间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个假设我是一个什么 教育局长 我说明年我们干脆 这个中学延长一年吧 以后都 然后呢底下的员工呢 可能给你的回应 这些老政务官 他们标准的回应是怎么样 听到他们觉得太离谱了 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政策 这老板这脑子发昏 这都想出来 他们 It's very creative 非常有创意 然后呢 假如这是个荒谬 冰年考大学的事 废除了吧 他说 It's very bold 这是非常勇敢的一个决定 但这些都是行话 其实 你在这个系统 你就明白 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看 这就误读了 就他字面的意思 跟他真的要表达那个意思 是不一样 所以呢 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 为什么我们之间说话 很多隐去的信息 当中 头一个被隐去的 就是你的指向性 包括你刚才说的 指桑骂槐 或者是说 把表面意思 twist 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说 哎呀 这个茶真好喝 然后呢 可能比如说 这个茶是你带的 你就知道 哎我下次要给你带 其实我没有叫你啊 我说那个文涛下次带茶 我没有说啊 但是人工智能 他就不能明白 你这个话的指向性 然后对 我上次问那个 人工智能专家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比如说 你看就是那个美剧啊 就是那个西部世界 他说里面 比如说你到一个 这个酒吧里面 他其实是机器人嘛 那个host 他会大概判断你是谁 男人女人多少年纪 他过来递给你一杯酒 然后跟你有一个small talk 跟你聊两句 他说这个已经是 发展到我们人 要失去控制了 就说他知道 他作为一个机器人 他知道他在哪 他知道我跟你说话的 这种逻辑 他说这个已经是 就说他们的 这一个领域的发展 已经到了瓶颈 不可能再往上突破了 因为什么你要放弃控制 就我们成天担心说 有一天人工智能会到了 说要把我们杀了 要把我们 他们有智力 他们有情感 不用等到那一天 到这一步 你已经要失去控制 他说比如说 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给你查 跟你说话 人已经要在背后 写很多的程序 已经是不可能了 只有 他自己 让他自己学习 你要是去控制 因为 因为我们人工智能 讲的叫大数据 对吧 你有很多的数据 你要去学习 而我们的人脑是什么呢 我们的人脑是小数据 就是我知道一点点信息 我今天看到 这个 这一盆 这个信是黄的 我下次看到一个 比它红一点的 我也知道它是信 就是你是一个 人脑的学习是小数据 人脑的逻辑 跟人工智能是不一样 所以最后他跟我讲 为什么叫人工智能呢 现在还处于人工阶段 人工 人工智能 这个东西 我听着挺有意思的 你像我前一阵 有哥们拿了一个圆球 也是人工智能 就跟他说话 比C人 我发现 你每次要叫他 因为你每次要叫他 不能没有这个指向 他其实后来我说 这跟个收音机有什么不同 但是说 来一段 那个随唐演绎 话说罗城 什么时候就出来了 然后 他是个女生 然后说 你叫什么名字 这知道 我叫什么什么 然后说 你喜欢我吗 就跟来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妈 你在说什么 我就说 这个我就觉得 还得很低层次 很幼稚 很幼稚 可是 你讲的这个 真的让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 和人的这种区别 就是 你看 人工智能 它是很多 这个逻辑模型 这种这个城市 甚至于咱们幻想 将来 他要真实去控制了 他就能跟你 有某种类似于 自主的 自主定向 对话的这个 这个意思 那么你说 人的感觉印象 和机器的感觉印象 有什么不同 你刚才就讲这个性 我们会有这个颜色 但是实际上呢 在那个 真的客观物理世界的话 颜色 没有一个东西 是这个颜色 所以文道你看 所以有时候 当然这个我也不是佛教徒啊 就是但是我会觉得 你像这个《华严经》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 有时候让我觉得 好巧合吧 你只能说巧合 还是怎么样 就心如工画师 是 能复诸色彩 是 他说这个心呢 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大脑啊 它能随类复彩 这是什么颜色 这是什么颜色 可是实际上 本质上这个颜色 就是从多少波长 到多少波长的 一个能量辐射 这个能量辐射 你的眼球就跟照相机镜头一样 接受了这个能量辐射 但是最神妙的是 你大脑里的这个软件 把它反映为黄 从此你呢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讲 您还真的是 您的这个赤层黄绿青蓝子的世界 是在你大脑内部成像的 而且更复杂的 它不仅是在大脑 把它呈现为黄 它还是有情绪的黄 对了 你高兴的时候 你是喜悦的黄 你悲哀的惨黄色 对 所以这个情绪影响太大了 刚据小军军刚说的 一大段 其实还是在支持我说的 里面几个元素 判断 学习 还有更重要 我们没说的 现在开始说的 信任 我信任你 我们的这种沟通 或说你现在没有对我说谎 这样我不晓得人工智能 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跟人工智能的东西来聊天 我可以说谎 当然他也可以学习来detect 来察觉我说谎 问题在于说 有时候我说谎 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人类对于记忆 以往的事 许多时候 随着我们的情绪改变 我高兴的时候 就会记得某些事情 同样的事情 当我不高兴 比方说我们翻脸 我对那件事情的记忆 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还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还有事情的看的角度 也完全不一样 都会有你的版本 因为误读对于我们人来说 是美丽的 对于机器来说叫出错 为什么是美丽的 有可能 我觉得麻烦在于说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经常 很多男女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老夫老妻跟老婆在说 当初我们在办公室 我们是杂志的记者 我是她也是 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就常跟我女儿说 当时一见 我们一见钟情 而且是你妈追我的 在我的记忆里明明是这样的 是 我多么帅啊 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 当然她就否认 几乎拿刀砍我 然后说 还有 我根本一看到你 就觉得你很讨厌 然后是你追我 穷追不舍 等等 我太太也相信这是真的版本 可是当时到底是哪个版本呢 我也不觉得我太太在说谎 能这个对于记忆迅时的自我了解 会改变 所以人的假如真的有误读 这些都是因素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 文道 今天就半本不能复 你看维特根斯坦不是有句名言吗 对于不可言说之物 对于不可言说的 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这里面就是你说的 你说这个误读 这个里面跟语言 特别有关系 所以你又回到文道开始说的 说实在的 要是按照最严厉的逻辑 那么今天 你在网上看到的种种讨论 都是nonsense 没有意义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连我们这么说话 也没有严格的科学的意义 就是因为有一件事非常简单 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主持人 我的职业 决定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认为世界是由语言组成的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 我越来越相信词语创造了一个事件 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说 在最原始人当中 一词指一物 这个时候还没乱 葡萄就是葡萄 可是当这个语言丰富起来之后 你就还会发现语言开始造物了 比如说神 这个神是一个词语 本质上讲 这个词语 它被按照最严格的物理学 或者唯物主义来说 它是找不到对应物的 甚至于咱们再说一个 不那么悬的爱情 这太悬了吧 对 这些词 就是所以说人跟人之间 为什么你比如 你觉得说我悬 我跟你讲不悬的 两口子吵架 你爱我 你不爱我 我天天给你做饭 我还不爱你 我给你这么多家用 我养家 我这么辛苦工作 我还不爱你 你发现没有 问题出在哪 问题这两个人对爱情的定义 不一样 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讲 大家聊了半天 好像是个语言游戏 所以我特理解文道刚开始说的 有时候包括你们学者 就有时候你看他打架 我有时候都觉得是在哗众取宠 真的 我说你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任何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都明白 我们俩要谈一个问题 对吧 该不该这样做 那么首先把我们所指的目的物是什么 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比如说环境污染 我们说的是此时此地此城市 这种塑料污染 还是什么污染 空气污染 就是它是有统一的定义 大家才能讨论的 不止这样子 而且是我们刚才讨论的 比如上帝也好 爱也好 他们是名词 最复杂的地方在哪呢 在哲学看来 有一些连接词 也是没有客观对应物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所以 你在大自然找个所以 给我看看 就因此 比如说 对对对对 由于水热了 这个水 由于这个火达到100度 水就开了 什么叫这个所以 是在哪呢 没有这个所以 你讲的更有意思了 这是一个人富裕的一个状态 所有的因果关系 在自然之中的因果 所以这个都是个讨论 因果关系到底是个自然现象 还是一个人类的理解 然后有了这个词 那么当然名词是最容易理解的 名词的复杂化 比如说我们都晓得 语言学里面有个流传已久的一个传说 当然这后来有很多争论 就比如说 有一些英纽特人 就是过去所讲的爱斯基魔人 他们的语言里面有30多种白色 但是对我们而言白色就是白色 那为什么他有30多种白色 因为他生活在冰天雪地 他看出去 我们丢在那我们就血亡了 就啥都看不到 但他还能够分得出 那边远方多少多少米 然后这边怎么是前面那边后面 是因为他能看得出 深浅不同的30多种白色 又比如说这个葡萄 我们就说是葡萄 但是对于一个做葡萄酒的人来讲 他是清清楚楚看到 有多少种葡萄的品种 葡萄的状态 他都有相应的词汇 所以这个世界是由词汇构成 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对的 而且你讲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个连接词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咱们那个时候讲这个苍结造字 这个天语素 鬼夜哭 著名的说法 就是说尤其是中国人 是个自古以来崇拜文字的一种文化 就是这在某种程度上 有他的真理性 就是他至少造出了一个世界 创出了世界 然后这个世界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呢 用这个借词 用连接词 对吧 因为 所以 对吧 所以你知道 上次咱们在土耳其 碰见一个学哲学的学生 他还讲这个事情呢 他说你看 东方人讲英国报应 他就认为 在他的观念里 就说这是一种人构成的联系 就是你们找寻前后两件事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们会说 而且你们越来越觉得这很有道理 他说但是呢 在什么 好像有个叫洛克 是不是英国有一个 对洛克还有休默都讲讨论这个问题 对 就是说实际上在最纯粹的意义上讲 这是两件独立的事 这是两个独立的一个事件 你包括你看 包括现在在物理学上 越来越不喜欢说一个物体 一个物件 他会说一个物件是一个事件 一个流动的 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件 一个事件 发生了 你比如这个湖 在世界上可能存在一年 派起被打碎了 从此之后化为原子消失了 那么它的这个时间的存在的这一年 在这个空间和这一年里 实际上它的存在状态 就是一个事件 对 而且它还不稳定 因为它的分子不断地在进行交换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 我们现在每个人存在 其实都是在动 我们所有的原子中子 你要仔细看 都是一个事件 所以语言当然是一切 你刚刚提到维根斯坦 维德根斯坦 对 它的名言不是那一句吗 语言的边界 就是我们世界的边界 我们语言到哪里 语言的边界 就是我们世界就到哪里 我们语言有多丰富 我们世界就有多大 所以对语言可能不能太执着 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固化的边界 我想说什么呢 后来我看了周有光 他不是简化汉字吗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只有那些不重视效率的人 才会执着于繁体字 我一想好像也对 你这个写起来真的很麻烦 然后他就是 因为他写的本书叫 世界文字发展史 讲这个文字什么变化 就很有趣 只有中文呢 是几千年来 我们当然很骄傲 我们的书写系统的基本原则 是没有变的 他认为说 日语的片甲名 是中文的 就是一部分汉字的拼音化 他用了一个很好玩的比喻 他说就像是鱼 只有游到异域才能去产软 他认为日本的片甲名 就是中汉字流过去以后 那你从他这个角度来说 他说语言 其实你这个语言 跟外面的世界交流越多 像你说的这个边界越拓宽 他的语言其实变得越来越简单 那在欧洲的话 你看今天的语言 哪个语言最简单 英语最简单 一样在欧洲德语法语 比英语都要复杂得多 那为什么呢 英国曾经是那么一个大帝国 它的文化 它的语言 不断在跟人交换交换交换 它要越简单 它传得越远 但是你不能说英语没有文学吗 它不能表达复杂的情感吗 都有 不过我想讲 就是简体字的质量 少于繁体字 那繁体字呢 它很多时候 它的构造比较复杂 是因为它一个构造的细微的改变 就变成了另一个词意 就变成了另一个字 那简体字 所以我后来 我长期看简体字书之后 我发现一个东西 就简体字 有时候它的一字多益的情况 是多于繁体字的 所以它更依赖于上下文环境 当然所有的文字的字词的解读 都需要一个上下文环境 这是一个诠释的背景 你要说这个文字 我倒觉得 可能你像嘉辉写小说 你会为经常的 比如说你的文章 你的小说被人家误读 就是你不是这意思 人家读成另一个意思了 你对此 你会对这个不愉快吗 只要它读就好了 只要它是买来读 这个是重点 买来读读 买来读读都行是吗 对 无所谓 因为你永远 很难去判断 它是不是误读 或者说我会往往也 再想要有问题 假如它真的是误读 不管是扭曲的 往好的误读 坏的误读 我好奇在于什么呢 好奇在于它误读的理由 比方说我里面讲到 不管是不同的人物 男人 女人 一些爱情关系什么 为什么会有人 从它这个误读 不是我想表达的角度 来看来解读 我好奇它那个心态 它的角度 当我去思考 它那个所谓误读的理由的时候 往往能够打开 我自己另外一个角度 原来同样的男女关系 或者说不同的人的关系 原来怎么你读的不一样 然后我去好奇去思考 你的角度的理由的时候 是扩大了我的角度 你讲的对我特别有启发 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 看这个弹幕啊 我发现挺好玩 就是你觉得呢 哎呀好好 我大家有意思 就是他们看这个圆桌派啊 你就会发现他看的 根本不是你要看的 而且呢 但是特别的有趣 特别的有趣 你比如说他看什么 好比说咱们有一次 跟王晶做节目 大家说你注意没有 你注意没有 文桃的眼神一直在回避王晶 其实天地良心 但是你知道他很有趣 他在察言观色 他就说 义军为什么今天在这个 这个嘉辉面前 有点害羞 然后甚至有时候最逗的 还有一种误读 你也是让你有另一种启发 对 所以我得特别点一下 就有一位女士呢 发来一个东西来骂 就是骂 骂什么呢 就是说 我跟你说过 就是说 我最讨厌几个大老爷们 当着女嘉宾的样 当着女嘉宾的面 这个吞云吐雾 好像不抽烟 不足以显示他们的深刻 是吧 可是其实很简单 我们是点香 我们也点 但你知道他很显然 他就是晃了一眼 他怕马上得出一个判断 这也是今天一种互联网的特点 他就是你们在抽烟 然后你看 他展开了他的因果 你明白吗 这个 我一点也没有批评 这位观众的意思 我是觉得 这就是一个误读 非常有趣的现象 可是我 他从一个误读 展开了他的因为和所以 展开了一个世界 他可以一直这样推理下去 然后得出今天的男性 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男人 他们是这样的 从这个 但是你看 其实我再讲的悬一点 整个数学的基础 也是来源于一个不可自证的所谓公理 这个你同意吧 他是从几个公理出发 但这几个公理 其实也就是人们从经验中 算数的基础 对吧 你先就说 咱们大家都承认一加一等于二 然后我接下来去推理 其实某种 有时候某种误读啊 也会开出一个 别有风味的一个系统 也许他的前提是一个误读 但是他最后得到的结果 能让你观察到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不确定 那真的是个误读 有时候我收回我的小说 当然 然后我就猜 这个我一点都不误读 没有 当然我也看那个弹幕 我也很讨厌某些误读 曾经有一条说 梁文道比马扎会英俊 气得我 这真是严重的误读 三天睡不着 然后收回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写的时候 人家误读的时候 除了说我刚说 我思考他误读的理由 给我打开一个世界 那另外我会觉得说 就算他是误读 可能也提醒我 是说我所想表达的 真的就是我想表达的吗 或说只能是这样吗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举回你刚说的例子 有人说 你眼神回避王金 对对对 所以从此之后 我永远不眨眼睛瞪着对方 所以你刚说天地良心 我没有 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没有了 可能这就深了 没有啊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你都不知道 我的下意识 甚至他也说不清楚 不仅是你眼神 可能他是其他 你其他的身体语言动作 让他到最后 他只能表达说 你眼神回避王金 搞不好你是那个身体 有些动作 但是心里的感觉 自己冷暖自知了 比如我很喜欢啊 我好喜欢听他讲话啊 所以他不符合我心里的感觉 我认为是误读 你回避 回避就是你喜欢 说不定 对啊 我见到喜欢的人儿 对吧 对对 人家话一笑 可能也是传递出是误读 你说这个 你讲完 或者他说一句话 你老是觉得 这个话怎么那么含糊 我可以这样理解 也可以那样理解 但是他说完以后呢 其实他 你说的他自己 他可能也不想为这个话 说出来最后的结果去负责 我说完了 你们怎么解读 最后责任不是我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能直指人心 你又不要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感到悲观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咱们刚才讲 语言本身就让人产生这么多的误会 可是呢 不是这个误会 没镑上